Ready 史克維爾·艾尼克斯的超強大作 Final Fantasy XIII 終於在12月17號推出了 古等多年的玩家不畏寒風 在寒流來襲的低溫下仍然漏夜排隊 要以實際的行動表達對Final Fantasy XIII的支持 第一位排隊的唐姓玩家 甚至遠從屏東上來 我姓唐 唐先生 那請問你是什麼時候過來 我早上6點就排隊了 天還沒亮的時候 幾月幾號 今天16號凌晨6點 凌晨6點 那你住在哪裡 我住屏東 在前一天的上午6點就到光華商場排隊 這一切都是為了對Final Fantasy XIII的愛啊 而在Final Fantasy XIII 首賣的前一天 現場也有超過120位玩家漏夜排隊 到了12月17號下午1點 終於正式發售 現場只能用人滿為患來形容 台灣索尼電腦娛樂 現場準備了200台Final Fantasy XIII 堂坤主機 以及300份遊戲也都被搶購一空 這是近年來少見如此大規模的遊戲 首賣儀式 從玩家如此支持的情況 也不難看出Final Fantasy XIII 魅力無法打 目前大受玩家喜愛的鬥花妹 也裝扮成女主角雷霆 主持首賣儀式 柔中帶綱的造型更是美光燈注目焦點 這次Final Fantasy XIII 有不少玩家 是組團一起來排隊 彼此有照應而且還能分享心得 能一起買到Final Fantasy XIII 感覺超爽的 接下來就是熬夜奮戰玩遊戲的時候了 就一起來衝Final Fantasy XIII 吧 台灣一集網營運的艾爾之光 在之前公布艾索德、蕾娜、艾莎、伊芙等 幾位主角之後 第五位人物蕾文也即將登場 這個有著銳利眼神的劍客 身體一半被改造 所以擁有超快的速度 雷文本來是 班德王國的傭兵騎士團團長 但因為迫害而失去一切 為了復仇加入敵方陣營展開戰鬥 雷文擅長快速的斬擊 15集以上可以轉職成威力強大的獵刃舞者 或是擅長以力爪攻擊的狂心舞者 華麗又快節奏的攻擊玩起來超過癮喔 童正營運的超酷手 獻上遊戲大翔Line 封測大好評 正式攻測後持續發燒 童正不但同步加開 大俠當明星全新伺服器 遊戲商城萬寶樓也將隆重開張 讓玩家能在遊戲中 輕鬆當大俠闖蕩江湖 因應公測和聖誕節的到來 大俠Line即日起至12月23號 推出大俠聖誕趴活動 讓玩家在遊戲中搞怪過聖誕 另外在電視媒體強力播放的 大俠Line電視廣告 找來爆紅的花太郎 扮演身懷絕技的電小二 搞笑演出 大家也來看看吧 絕地酷手的線上遊戲 大俠Online 男人輕鬆做大俠 雷絕網絡營運的線上遊戲 征途Online 12月17號進行10月圍程 資料片改版 除了開放全新的國戰系統之外 更針對遊戲中部分機制進行優化 同時本次改版特地 與即將上映的電影劇作 10月圍程結合 新增10月圍程伺服器 讓玩家體驗萬人對戰的魅力 玩家在遊戲中扮演革命黨員 只要在王城及皇城 找到國父孫中山先生 並協助收集同盟會資金 革命元寶 收集一定數量即可兌換經典時裝 另外在活動期間儲值通用卡 也有機會獲得10月圍程電影票 以及相關周邊產品 10月圍程 征途Online 12月17日 等你突破崇尾 越醫科技營運的新遊戲 奇幻紅樓Online 以中國四大名作之一的紅樓夢為題材 獨特的故事設定 與可愛的遊戲風格 在精英封測期間大受好評 開放500個名額 被索取一空 奇幻紅樓不刪檔封測 即將在12月18日開始 除了在各大遊戲網站 討論區 遊戲雜誌等 廣發遊戲啟動碼 之前精英測試三部曲活動 包含經驗加倍樂翻天 抓蟲義勇軍 以及點數大方送等活動 讓協助測試的精英玩家 能享受奇幻紅樓帶來的樂趣 協助樂意科技 改善遊戲 相信遊戲正式開放測試時 將會更盡善盡美哦 由日本TRIES公司開發 SEGA發行的原創科幻RPG 永恆的鏡頭 將於明年1月28日推出 SEGA的預定 12月22日同步提供 PS3以及XBUS360試玩版 免費下載 讓玩家搶先體驗這款 有著華麗畫面 豐富內容 並強調不像命運低頭的 龐大故事史詩 將帶給玩家至高的RPG遊戲感動 這款以未來因為污染 而衰敗的地球為故事背景 人類只能在巨大的機械塔 巴塞爾生存 對於明天 已不抱任何期待 直到一位神秘少女的出現 展現了不像命運低頭的勇氣 屬於永恆的鏡頭 壯大故事就此展開 优优优独播剧場